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美中两国对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向似乎南辕北辙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在纽约联合国表示 为了捍卫美国及其蒙古的安全 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核危机的选项必须留在桌面上 但中国外长王毅则提出 必须坚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不允许半岛发生战乱 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方斌 请他来向我们介绍有关信息 方斌你好 方斌 今天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和中国外长王毅在解决朝核问题方面 有什么共同点和分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如果说共同点的话 那么美中双方都是同意通过制裁 来迫使朝鲜放弃它的核岛项目的 那么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今天看到 就是说中国一直坚持说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是唯一的选项 那么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今天也说 美国更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 那么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同点 但是呢 从具体的这个策略来看 可以说是双方的这个方案是南辕北辙 那么可以说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今天在安理会的特别部长会议上 他的发言呢 在阐述美国的立场的时候 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呢 蒂勒森说过去20年来 这个安理会的外交努力都失败了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20年 这个安理会呢 对朝鲜有七个决议 但是呢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期待 在这个七个制裁决议的框架里面 来让朝鲜改变它的挑衅行为 我们知道去年呢 朝鲜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24次的核岛试射 那么今年还有更多的核岛试射 每一次的试验和试射 都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那么第二点呢 蒂勒森说 现在呢 这个朝核危机 已经到了一个紧迫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也就是说朝鲜他这个 对拥有这个不断疯狂的进行 这个核试的这个努力 来达到他加强他的核能力 那么这种情况呢 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也威胁到了美国这个邻国的国家安全 那么第三点呢 蒂勒森提出了三项行动 从今天开始就实行 第一呢 他呼吁联合国的 所有全国都严格的履行 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所有的决议 所制定出来的对朝鲜的制裁措施 第二呢 他呼吁所有国家呢 这个要终止或者是降低 对朝鲜的外交关系 他说根据朝鲜现在的这种行为 再保持同他的正常的外交关系呢 是不可接受的 第三点呢 这个要在经济上 进一步的孤立朝鲜 这个要对这个朝鲜那些 这个支持核岛项目的实体和个人 实行新的制裁 那么特别就是他提到呢 要这个终止对朝鲜的劳务输出 要禁止对朝鲜的出口 这个就对朝鲜出口这个煤 那么这个在蒂德森同时 他也说了 就是我前面提到了 美国更愿意通过这个谈判的来解决 但是他提出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朝鲜必须首先 要这个解除他所有的 这些核岛的这个项目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这个停止几个月或者几年 然后转过头来又进行 这个对国际社会进行邀想 那么中国国家 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王毅呢 今天他阐述这个中国的 这个在这个朝核问题上的立场 他的这个立场呢 可以说呢 简单概括就是 必须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 来解决朝鲜半岛的这个核问题 他认为这是唯一的选项 那么具体来说呢 他提出了两个暂停的倡议 所谓两暂停倡议 一方面呢 就是朝鲜暂停这个核岛项目 另一方面呢 美国和韩国停止这个军演 那么当别人问到说 这个朝鲜是不是接受 中国提出的这个双暂停的这个倡议啊 那个王毅外长呢就回答说 朝鲜并没有明确的说不同意 只是说美国还没有同意啊 那么在安理会的这个会议上 中国外长呢 很有这个把中国置身世外 充当裁判的这么一种姿态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不是直接的矛盾方 中国也不握有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钥匙 但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却说 朝鲜90%的这个贸易是跟中国做的 中国呢 是对朝鲜握有 独一无二的这个经济杠杆力量的国家 那么另外呢 这个王毅外长在发言中呢 还强烈的这个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这个 这个萨德 萨德的这个反导弹的系统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 蒂勒森国务卿在发言的时候也说了 说美中双方呢 在这个朝核问题上呢 已经进行了有成果的会谈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 就是四月初在佛州的 这个这个川普的方元 这个川习会 把这个朝核的危机呢 是作为他们这次外界一般认为是 他们这个这次会晤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议题 那么如果是真是就是双方是在 这个朝核问题上达到了某种共识的话 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 现在一方面 一个在扮红脸 一个在扮这个白脸 这个软硬兼尸来迫使朝鲜就范 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 还有待我们观察 主播 好 感谢美国之间记者方斌 从纽约发来的报道